好,那Sino Phyta其實是它原來在把它放在植物界裡面 就我在念出那個是在植物界裡面所用的一個名詞 那現在叫Sino Phyteria 事實上這幾個字一直都還是有人使用 要先強調,Phyta基本上是植物的一個門的一部分 所以呢,它現在事實上是屬於所謂的原核生物界 它屬於真細菌 反正每一段時間就要改次了 那Sino Phyteria或者簡稱為Blue Green Elge 都有人這樣去講 好,那當然銀鋼講過了 Come on,那些Blue Rich Elge 它的特徵是什麼呢? 原核的,所以它沒有核的結構 它也沒有葉綠體的結構 如果你還記得之前所看的影片 它本身就跟你講說 它自己長得就像一個葉綠體 所以一直被認為是內供生 就是藍綠菌的祖先跟當時的一般的原核細胞 不知道怎麼樣的基層狀況之下 就兩個產生內供生而形成 好,所以呢 它本身來講呢 整個它的物種的形狀 有單細胞的 有單細胞經由分裂之後 不分離所產生的群聚 有多細胞的 有絲狀的 有魔狀的 它的形態 事實上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演化 以一來計算的演化 它其實已經有非常多的物種 那特性來講呢 其實你到一個地方 你如果在一個潮氏環境下 有看到那種 墨綠色 墨黑色的 其實都是藍綠菌 那通常來講 你會看到是一個藍綠 或者是亮綠 或者是核色 甚至有些是黑色 有些會形成所謂的橄欖綠 紅色、紫色 都會存在 所以藍綠菌它的顏色 事實上變化很大 隨著它裡面的色素的種類不同 會有很大的差別 是它最麻煩的一個地方 還有它的細胞壁呢 它細胞壁主要的成分 還是纖維素沒有出 但它的細胞壁 除了纖維素之外 在外面有很厚很厚一層 等稱之為 膠質果膠層 Glutinose-Petine layer 那這一層呢 事實上對於藍綠細菌 在水域環境或在陸域環境呢 提供了一些保護的構造 那更簡單的一點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你可以很清楚的 把這些東西穩定化 或者是把它給很好的萃取 然後去除掉裡面的一些成分的 它搞不好會是一個很好的保水物質 所以你看到 譬如說這個形成群聚型的 裡面這個是細胞 然後外面就一層的 膠質果膠層 然後這個明明就細胞分裂完畢了 就兩台黏在一起 然後這兩個黏在一起之外呢 另外又跟其他的黏在一起 所以這個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原來是有一個細胞分裂完畢之後 變兩個細胞 變四個細胞 變八個細胞 變十二個細胞 結果這裡四大區塊都還在 所以這種群聚型 這個是黏球藻 它的膠質果膠層非常的厚 也導致它細胞分裂之後 沒辦法分離 那這個是什麼呢 裡面是一堆的絲狀藻 這個叫做Nascot-Carmus 我們一般來講呢 你如果說今天在一些高級的素食餐廳裡面 你如果吃到法菜 是同一個種 就是在講的法菜 非常細非常特殊的一個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對不起 它如果形成一個群聚型 然後外面包的一個膠質果膠層 誰知道它是什麼 你們搞不好有吃過之一都不知道 趕快想一下 有在奇怪的地方吃過 有可能啦 我不敢確定你們有沒有吃過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做情人的眼淚 宇萊菇 或者叫做什麼 我忘了名字 一般來講叫它宇萊菇 又叫它情人的眼淚 在 我忘了在蘭嶼吧 蘭嶼他們還會把它做成 有一家店把它做成水餃 現在還 往路上也有在賣 然後在屏東 滿洲到那個 恒春一帶還有人特別把它種植 在賣 宇萊菇 如果不清楚的話 麻煩哪一天無聊 你們就幾個人湊一湊去 海鮮店裡面 跟他講說 你要炒一般 魚萊菇炒蛋 很奇怪 我覺得 海鮮店都有這個菜 那它是什麼呢 對不起就是它 就是它 很奇怪就是這個 所謂的念珠藻 Lots of the Commios 它在一些草地環境底下 當它下雨之後 會大量的繁殖 那因為它外層的這個什麼呢 果膠層 會讓它整個包覆起來 然後你外表看起來 有點藍綠色 黑綠色的這種感覺 其實還蠻好吃的 應該下次的實驗科 會吃到你們試試看 只是我不知道上次 他們說乾燥的比較不好吃 我們上一個學年買的是乾燥的 就他們就說乾燥的比較不好吃 在上個學年買的是 那個仙重 仙重一次要買五公斤 我們時間吃到快要發瘋 還分贈給他 各職業試試 因為很麻煩 它就不是 沒辦法一次買很少 一次要買那麼多 好 那這個部分呢 裡面其實它主要的 光合作用色素 是葉綠素A 活潑素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早展色素 但是請記得 這裡頭沒有葉綠素 B葉綠素C O沒有 所以藍綠細菌 其實它算是被認為是 最簡單的光合作用系統 原因在這裡 所以它葉綠素A 跟Karotin 都有一個 再加上所謂的早展色素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早藍素 和早紅素 然後呢 這個東西會形成類似像 葉綠體裡頭的內囊體的構造 為什麼要這樣形成 因為它一定還是要有一個 模狀的構造 讓它 電子傳遞鏈 讓它可以形成什麼呢 化學的梯度 酸鹼化學的梯度 讓它可以去進行後續的 ATPS的什麼的作用 產生ATP 然後再往下進行 固碳作用 所以你看到這個叫做早膽體 好 那早膽體呢 上面最上面外層的 這些部分是早紅素 早藍素 這些色素 然後中間這裡 基本上來講呢 最後會有一個葉綠素A的存在 那葉綠素A的存在 那葉綠素A的存在 才真正的可以去激發電子出去 進行電子傳遞電 所以這整個過程 下面這裡是內囊體的模 所以電子傳遞鏈開始靠面跑 然後才可以知道 才可以接到你們 所知道的光合作用系統的電子傳遞鏈 再加上後面的 所謂的碳固定反應 好 那藍綠菌 大致上來講呢 一般你是看不到所謂的邊毛 沒有邊毛 但是有一些 是具有滑動能力 這是很有趣的 大部分藍綠菌 事實上找到都是淡水 海水的其實種類不多 然後呢 它的儲存是Glycogen Glycogen你去看的話 常常會直接翻成肝糖 其實不是 它指的是短鏈的葡萄糖 連接多側鏈短鏈的葡萄糖的聚合物 所以稱之為Glycogen 那大致上來講呢 這一類的藍綠細菌 如果是多細胞的 常常有一類群的 它會有一個很特殊很特定的細胞 稱之為Hydrocystin 所謂的異細胞 這個異細胞的功能是什麼呢 它不進行光合作用 但是它進行固氮作用 所以它的所有的其他的養分 都是從鄰近的細胞供應 它的細胞壁會特別的增厚 為什麼 要控制氧氣的濃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細胞 異細胞 比如說這個所謂的焦區藻 這個魚心藻 焦區藻的最基部的地方 會有一些特定膨大 細胞壁非常厚 這些是異細胞 或者在魚心藻的中間 你會看到一個膨大 然後細胞壁特別增厚 甚至跟兩邊細胞連結 都有一些特定的連結絲 它可以傳遞物質的 這種是異細胞 那異細胞的特點就是 它的細胞壁很厚 所以一般來講 氧氣的進入沒那麼容易 那因為本身細胞裡面 它固氮菌 對不起 固氮酶 本身來講是氧敏感的 所以這個細胞裡面的氧氣的濃度 必須嚴格控制到 不會抑制固氮酶 NITROGINAS的活性 那再來呢 這個細胞所需要的其他的 養分的來源呢 通常都是有鄰近的細胞工藝 它的工作它的作用就是 NITROGIN的FITSATION 蛋的固定 所以是非常特化 特殊的細胞 好 好 那如果在以 這樣的一個量寫 分類系統裡頭呢 這邊是所謂的增核 這邊是骨細菌 這邊是細菌 Cinobacterium事實上 是位在這個U-Bacterium裡面的這個區塊 那所知道的150個屬 2000個種 事實上其實並沒有非常的多 好 同樣的呢 它如果以細菌的這個部分呢 它也被認為是細菌原來拉出去 比較早的一個分支 都跟其他的分類 細菌的分群裡頭 是什麼呢 平行細菌的Parafiletics 所以去看這邊是所謂的 格蘭氏陽晶菌 相關的一些什麼螺旋菌啊 再往裡頭的一些相關的菌呢 其實它是很早就被拉分開來的 一個平行細菌的關係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損域 那個 東西下去撈上來就像一個泥巴狀的 綠色的泥巴 油油的亮亮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藻花 藍綠細菌常會有這個情形 之前如果你們在一兩年前不清楚的話 我也跟你講說到蓮池潭去看 現在好像那個地方比較少見 就在那個孔廟旁邊而已 現在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他們就會形成這樣的藻花現象很噁心 然後你坐到旁邊的時候 你會聞到那種魚心藻 魚心的味道 就是他們本身在腐敗過程裡頭所散發出來的味道 好 那赤潮或者是藻花 甚至在海洋環境裡頭 有些也會被 不在海洋環境 湖泊環境裡頭 有些也是會有藍綠細菌而來 比如說魚心藻 這方便魚心藻大量繁殖 就形成了一個很特殊的棕色的區環 那個是汙染 那個是藻花 那看起來很漂亮對不對 這是鹽湖城附近的景象 美國鹽湖城附近的景象 它是非常高濃度的鹽粉 藍綠細菌一樣可以生長 生長也就算了 它還可以長成不同的顏色 很美吧 黃色的、紅色的、雪紅色 裡面去繞出來 裡面還是不同的藍綠細菌 好 那在地理上呢 地質上 有沒有一些特殊藍綠細菌 所形成的特有現象 你們剛剛有看到影片 你們也知道了 它在剛開始進入到 大量的光合作用的時候 釋放出氧氣 會把水體裡頭的鐵氧化 變成氧化鐵沉澱 除此之外呢 在西澳這個地方 一樣它在整個過程底下 藍綠細菌在生長的過程呢 會形成氧化鐵碳酸鈣的一個沉澱 就形成這種一層一層生長的現象 那這個稱之為疊成氏 就稱之為疊成氏 它的形成跟台灣的藻礁不一樣 這邊是由藍綠細菌形成的 台灣是由紅藻形成的 那甚至它到水面的時候 你看一顆一顆像香菇頭一樣在那裡 那也像千川百孔的 好 那另外呢 在美國的老中石 黃石工一頭的老中石 噴泉呢 事實上它是熱水 而且是很重的碳酸鈣的熱水 結果這個地方 一樣藍綠細菌可以生長 藍綠細菌在這裡頭生長也就算了 它生長的過程會釋放出來一樣氧氣 一樣相關的一些物質呢 讓水裡頭的石灰形成沉澱 所以這個碳酸鈣呢 它沉澱下來之後 就在這個熱泉邊緣這樣累積一層一層堆積起來 然後你去分析裡面這裡頭通通都有藍綠細菌 所以他們開玩笑說這個東西真的是無孔不在 無處不在 好 那疊成石是什麼呢 石灰是一個泛塵 它從紅藻藍綠藻 其實其他的微小藻類 生活的過程 只要可以分泌鈣質的 只要因為它分泌出來的物質 可以跟鈣形成碳酸鈣沉澱 這種都把它稱之為疊成石 那生物鏡的沉澱結構 生物鏡的沉澱結構 尤其在西澳很清楚那個從上往下 就這樣一根一根的 這個東西 疊成石 那你在台灣的話 就記得在它沒有破壞之前找個機會去觀塘那邊看看 那它的繁殖方式呢 藍綠細菌的繁殖方式反正很簡單 就是細胞分裂 或者是絲狀藻就是斷栗 就這樣 細胞分裂一分為二 這是單細胞藻 單細胞藻一分為二也就算了 就因為我們剛剛講的膠質果膠層分不開 就全部都卡在一起 除非你今天環境的擾動非常的大 比如說它的什麼呢 它的擾動 讓它的膠質果膠層 沒辦法繼續黏在一起還會散開 那如果是絲狀藻類呢 今天在機械的環境或物理的條件之下 斷裂 它就可以繼續在各個地方繼續生長 所以斷裂完畢之後 繼續上下的細胞分裂 繼續變長 那都不會有問題 唯一比較特殊 它會形成這個後皮包子 但是沒有有性生殖 後皮包子是為了度過惡劣環境所形成的構造 所以一般來講呢 看到的就是最簡單 一分為二 就是單細胞的細胞分裂 或者是有些物種 這所謂的棧藻 棧藻有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它原來是屬於這樣的上下 一條絲狀的絲狀藻 但是呢 它會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就空掉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空掉 空掉之後 就形成一個只有裹膠層連結的結構 稱之為 separation disk 分離盤 那分離盤跟分離盤的中間叫做斷層 練施斷 所以這個只要水的腦洞大一點 這個裹膠層就很容易折開 折開之後就變成一個新的個體 所以 就是細胞的一分為二跟斷裂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唯一比較特殊的就是這個 後面這個是異細胞 就異細胞前面有產生一個那個壁非常非常厚 你這邊看起來這個照片 本身來講它的細胞壁的厚度會比其他高的四五倍 那它可以隔絕一切外界的環境 讓細胞質特別的濃縮 然後去度過惡劣的環境 所以一般當你惡劣環境來的時候 譬如說溫度 延度 彈變 這些旁邊包括異細胞 這些細胞搞不好都死掉之後 只有這個後臂包子留存下來 當你環境改變之後 這個後臂包子會再繼續恢復 細胞機能 進入有失分裂 產生什麼呢 新的失狀長 好 那 如果我們去看 整個藍綠細菌呢 它裡面的應用 利用它的形態的特徵 可以把它當作有五個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譜系 當然第一個就是簡單到團聚型 就是單細胞到什麼呢 群聚生長的這一種 這種非常的簡單 好 再來呢 有一些也是單細胞 但是所謂的這些單細胞 它會進入到複雜 它會有類似製造 要Sport送出去的這一群 藍綠細菌 上面沒有 上面就是很簡單的 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 最多是利用膠質裹膠層 附著在一起 第二種是已經會有 什麼呢 包子的產生 第三種 分群呢 事實上它的形態特徵 會增加它的複雜度 會有細胞排列相關的一個部分 會有絲狀的結構 或相關的一些結構的出來 那第四種呢 它的複雜度會更多 因為它開始出現了異細胞 剛剛第三種是已經形成的絲狀藻 但它沒有異細胞 第四種是已經是絲狀藻 而且它有異細胞 除此之外 在一些不同的屬裡頭的 會有所謂的甲分支的出現 甲分支並不是因真正的 什麼呢 細胞連結的分支 它是利用膠質裹膠層 連結而形成的分支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來源 第五種就是最複雜的 多細胞生長 然後呢 這類型的藍綠細菌 是有真正的分支的 然後當然這異細胞是存在 所以真正分支就是在 頂端細胞要產生的時候 它會同時往兩個方向產生 分裂 所以產生真正連結的分支出來 這大概是藍綠細菌裡頭的五大系統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第一個系統 第一個系統來講就是這種最簡單的 那個署名不用去記 你也記不得 居然逼你現在把它背下來之後 兩天你就煩我 不用搞不好五分鐘就煩我 那這一類型的 事實上就是最簡單 你所看到的 譬如說就是單細胞 外面一層裹膠層 或者是經由分裂完畢之後 沒有分離開來 所以你看到這三個細胞 事實上這個還沒有分裂 這分裂完畢之後 一層的果膠層 把自己的細胞讀起來 然後外面再來第二層的果膠層 然後在外面再包全部的果膠層 那當然這一群的 除了這一種單細胞之外 它有一些會慢慢的變成群聚 因爲什麼呢 膠質果膠層的一個約束 它甚至會排列像這樣 比如說這邊是16個細胞的一個排列 而這個16個細胞的排列 它甚至很有趣的一點 它會從中間裂開 變成26個細胞 所以這種會變成類似的 我們叫做定型的結構 又叫定型群體的結構 那另外當然也有這種 它裡面細胞是隨機分散的 就外面有一大塊的什麼 膠質果膠層把它固定在一起 也會有這種類型 所以當然這裡有好幾個不同的屬 基本上我說過 你們不用去背那個東西 反正背了 我說真的連我自己都背不起來了 要求你們去管 好那這個呢 這類群的細胞有一個很特有的現象 光線營造之後會怎麼樣 你們看到每個細胞在那邊跳舞 它會隨著光線的來源開始移動 它沒有什麼 沒有編毛 但是它會利用細胞本身的一個振動的方式呢 去向光的地方去移動 不清楚再看一次 一光照之後就開始移動 那這類型的它就是有趨光 但它本身來講效果又不太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細胞分裂完畢之後 副分裂 那有些像這種棉球藻屬的 甚至會形成這種四級藻類型 某一些物種 就是固定到四個細胞 就不會再增加了 那當然它經過水的一個推動或什麼 可能再裂開來 然後這個時候它在進入什麼呢 有失分裂 它會只會到達四級藻的這種類型 某些物種就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這個東西必須要知道 這個已經吃死過好幾個人 這個叫微囊藻 一般來講大家都覺得它不重要 它是藍綠細菌裡頭一個小小的鼠 微囊藻鼠 但是它如果你可以分離出來它的微囊藻毒 一公克比一公克的黃金還要貴 不用懷疑但是很難 問題是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真正有死過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類型的藻 它會經由貝類的綠死作用 然後生物累積 然後很不幸的你剛好吃超過那樣的肥 這個發生過什麼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 應該還在我在國中還高中的時候 北部巴黎發生叫做西施蛇世界 西施蛇呢在那個巴黎這個碼頭附近會大量的生長 當地人會采來吃 有一段時間莫名其妙大家就很愛吃 就有因為環境的改變 因為當時的一個什麼呢 藻花 這個類型的藻大量繁衍 結果就被西施蛇呢大量的綠死進去 綠死進去之後呢 西施蛇沒事 但是吃西施蛇的廚師 這個東西呢 你會發現這個維朗棗 它是非常小的細胞 它的細胞大概只有3到4.5的micrometer 還要涵蓋的什麼呢 它外面會有大量的膠質裹膠層 然後呢一些的品系 它是有劇毒的 這個劇毒呢 如果說你今天喝水 或如果你今天大量的吃進去 攝食進去的時候 你是真的會出事的 好 那也有這種很特殊類型 這叫奇斑蛇鼠 很奇怪喔 維朗棗不會這樣分裂 奇斑蛇會這樣分裂 就是它只會2度空間的平面分裂 而會排列成有趣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個目的是什麼 它因為是浮游的植物 它基本上來講 貼近於水面 這樣的效果 可以增加它光合作用的面積 你上下堆疊的時候 本身光線就會被上層細胞給使用掉 那它全部是2度空間的經營之下呢 就可以獲得最大的光合作用的來源 所以它是一種團劇型的藻類 細胞分裂很好玩 就限制在兩個方向 我們把第二個部分講完就好 然後呢 單細胞藻類的藍綠細菌呢 它也會進入到增加這種複雜型 這所謂的食囊藻鼠或管包藻鼠 它很有趣就是說 它本身來講就是一個細胞 但它會有一段附著的現象 剛剛的前面那一群A的那部分 是沒有附著的現象 它就是生長然後細胞分裂 然後會不會形成一個固定的群體呢 是看每一個物種有不一樣 那這個呢 它就是有附著的生長的一個類型 那因為它附著生長呢 它就不叫不容易 不管你是2度空間的分裂 或者是3度空間的分裂 它就沒辦法去形成一個什麼呢 團劇型群基型 所以它怎麼樣進行繁殖 它在這個細胞的頂端 非附著的這一邊呢 進行細胞分裂 那細胞分裂完畢之後呢 一變為2 這個就變成一個類似像包子的構造 一個單細胞就送出去 所以它叫做Exosport 外生包子 事實上就是今天細胞分裂所產生的東西 然後就出去 出去之後 一開始在水的條件底下漂浮 碰到機子 就又附鎖上去 又開始變長 然後就走下一個步驟 那食囊棗 管包棗是這種類型 所以它形成這個Exosport的一個部分 好 到底有什麼問題 好 先問一個問題好了 有人沒有人吃過棗定的 好吃嗎 很鹹 很鹹對不對 你是吃綠棗還是吃螺旋棗 那是海水 那比較鹹 現在基本上在市面上販售主要的棗定 應該有兩大細胞 一個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這個部分 螺旋棗 後面的螺旋棗的部分 一個是屬於綠棗的小球棗 這個部分到底有它的用途跟有它的未來性呢 為什麼 因為藻類事實上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它的蛋白質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其實像現在被評估為未來食物來源的部分 這個部分大概有兩大群 可能啦 可能說可能 第一個是藻類 第二個部分是昆蟲類 那這個部分大概我們就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那我們上禮拜講到它的整個系統裡頭呢 有五大系統 第一 五大分類群的一個部分 我們講到第一第二 第三個部分是濕狀的藻類 是所謂的蘸藻這個部分 那 其實所謂的藍綠藻的部分 到現在為止看到的都是無性版 所以下面看過就好 那藻藻呢 它其實是多細胞的生物 它是圓核多細胞 但它是屬於絲狀的藻類 所以你從頭到尾看它是一個同質鏡 在那細胞排列的非常炸狀的 非常整齊的一種類型的藻類 然後呢 它是沒有孤單作用的 所以在整個藍綠細菌在這三群中 從之前的部分到這個所謂的濕狀的 對不起 它都是沒有所謂的異細胞 代表什麼呢 它事實上是沒有孤單的能力 它蛋的元素要從外面來 好 那直徑從頭到尾都是一致的 然後呢 它沒有像頭髮狀的結構 所以它沒有突然變細的那個部分 然後沒有分支 但是這樣來講 它特徵還蠻好認的 那 那 屬於它這類型的 是屬於螺旋藻 就是濕狀裡面大量被培養 被使用 被做為什麼呢 食物來源的 基本上是這個螺旋藻 它也同樣是濕狀藻類 但是它的細胞排列跟濕狀 有一些些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上整個是成螺旋狀的結構 所以為什麼它會照著宣照 最簡單的部分就是它的型態特徵 好 那再來呢 它也是沒有異細胞這類型的 然後呢 它大量的會被培養 因為雖然它沒有異細胞 它沒有孤單做 但是它從外界所獲得的各種養分 包括蛋白質 包括一些所謂的礦物質 它的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這裡很多的國外的 其實包括台灣的養殖場 島外養殖場的大量培養它 還有它很好培養 那螺旋藻呢 它這類型的 一樣跟蘸藻都一樣 都沒有分支的結構 沒有像頭髮狀的結構 然後呢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這樣 它就會光反映著一個運動 所以它會隨著光線而進行 什麼呢 移動的這種現象 那 藍綠細菌類的 被拿來當食物的 被拿來當食物的 它是其中一個很大的項目 為什麼呢 因為螺旋藻呢 它事實上乾種的部分 你如果把它去拿去測量 它的乾種的部分 70%是蛋白質 所以在一些非洲 他們會把它拿來作為食物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什麼呢 蛋白質它非常的高 那它長的地方也有趣 它在鹽性的鹽性的地方 時常都長得起來 所以在像非洲的查德湖 或者像墨西哥的湖泊呢 這個所謂的 這個圖呢 他們就是當地原住民去收集螺旋藻 作為食物的一個來源 那當然呢 這也是經過當地 不足的文化所累積下來 它知道這個很有效 而且他們 在整個系統裡頭講 就是說第一個蛋白質含量高 第二個你吃它的話 其實對於一些礦物質的來源 有很高量 還有一些藻膽色素類的 那在這個部分呢 它現在商業化非常的多 包括在高雄 包括在高雄 屏東一帶 相關的一些所謂的藻類養殖場 都有在培養它 甚至我說過 台灣有 廠商已經通過歐盟的 有機的一個認證 所以它可以消歐盟的國家 好 那第四種類型呢 它的複雜度會更高 它基本上來講 還是屬於絲狀的藻類 多細胞絲狀的藻類 然後呢 它的膠質裹膠層會黏附在一起 而形成類似分支的結構 它外層的那個膠質裹膠層會附著 然後甚至會有 結合的一個現象 變成一個甲分支的構造 那這類型的通常就是 我們在講的念珠藻 那念珠藻的部分呢 它已經進入到了 有兩類型的細胞 一個是普通的營養細胞 一個是Grammar 進行孤單作用的異細胞 然後呢 我剛剛有講過 它會黏附在一起 形成類似像甲分支的構造 好 那念珠藻呢 其實在很多的環境裡頭 一樣都找得到 它也是一些什麼呢 人類可以拿來做食物的來源 像我們在吃的蒂木耳 情人的眼淚 全部就是屬於念珠藻類的 那這個就是它特殊的地方 它在一些陸生的念珠藻 它會整個聚集生長大量的產生 所謂的膠質果膠層 然後呢 甚至會變成類似果凍化的結構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你在下雨天過後 它在草地上面就會長起來 那當地人就會去採 採來做什麼呢 清洗完畢之後 採來做為食物 如果有機會去蘭嶼 蘭嶼我記得有一間小店 它就是有做什麼呢 所謂的蒂木耳的水餃 那這個東西其實現在在台灣 已經可以用人工培養 你很難想像說這種東西 竟然人工也可以培養 而且它已經變成一種什麼呢 我們這邊所謂的海產店的一個特色的料理 比如說什麼呢 蒂木耳炒蛋 如果有機會的話 這附近事實上已經都有 你們應該在下次的實驗課應該會看到它 可能應該也會吃到它 我們現在是應該還有兩包乾的 但我覺得乾的不好吃 我會試著再去找 因為我有機會到 那個恒春影帶的 就是在恒春半島 它山上有一個地方有人在種 那我們會找體會再去看 好那 在這個部分呢 它會形成這種果凍狀的部分 事實上其實還蠻好吃的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 事實上它就是納斯特克康米歐斯 這所謂的蒂木耳情人眼類 或叫做雨萊菇 那事實上已經變成一種產品 變成一種乾燥 可以再重新rehydrate 就是重新再吸水 變成可使用的藻類 它其實在外界的時候 比如說夏威夷 還有重點是這個地方不能污染 污染之後它就長不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農藥思撒過的地方 對不起 真的 你就發現長不起來 或者說這個地方有酸雨 來過之後呢 這個地方長不太起 所以像這種乾淨的草地坡 上面呢 下完雨之後 大概隔了一半天一天左右去找 會看到這樣一球一球 所謂的墨綠色的這種結構的 它就是所謂的雨萊菇 那在早期沒有人工培養的時候 它事實上很困難 為什麼呢 當地人他們會拿的容器就去收 收完雨之後回來要泡水要洗 因為這上面會有很多的枯枝落葉 小沙石 所以我記得我在早期吃的時候 有時候要很小心 咬到會咬到石頭 所以把你壓石崩壞 那現在因為是人工培養 所以它培養出來是非常乾淨的 那也很好採收 也很好做為什麼呢 食物的來源 那如果你把它壓破來看 壓破來它裡面就是像個念珠藻 那這些念珠藻呢 你會看到它有兩種細胞 一個是所謂的一般的光合作用營養細胞 一個是所謂的異細胞 那另外呢 除了這個所謂的蒂木耳之外呢 在台灣也大量被拿來使用的是所謂的法菜 法菜有兩種 一種是紅藻 一種是藍綠藻 這個是藍綠藻類的 所以一般如果你在外面吃到所謂的那種丸子 叫做三絲碗 裡面有那個一條一條黑色的 現在比較少見 以前很常用 這個就是所謂的法菜 好 那 仔細看一下喔 這個是另外屬於這類型的 叫做魚心爪 它對光是會有反應的 有沒有看到那根 當你今天光照方向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 這種運動方式 會向光去移動 所以有趣的人就是說 你到底要把它當植物還是動物 它事實上是可以進行什麼呢 光合作用的原核生物 但它對光是有反應的 它會持續的 光照的往哪個方向 它就會持續往哪個方向移動 所以它有所謂的光反應運動 好 那魚精枣鼠呢 是這一群 第四大分類群裡面 比較令人頭痛的一個地方 它也是在水體環境裡頭 常常會被拿來做檢測 做為水安全性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藍綠菌 這個部分 它是會產生藻毒的 所以藻毒當然不是只有藍綠菌這一群的有 但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藻毒的來源 一樣它有異細胞 它可以進行孤單作用 然後呢 它會形成 就所謂的Cinotoxin 所謂的藍綠藻毒 那藍綠藻毒呢 它有不同的類型 它有肝毒性的 有神經毒性的 神經毒性的 神經毒性的效率非常高 比如說什麼呢 它會產生所謂的余心藻毒 或者說會施放化毒素 那 這個就很有趣了 這個東西對發現人說 是從二媒被裡頭來的 但是呢 後來發現這個毒素 根本不是這個二媒被所產生的 它是從哪裡來 它是因為綠石的時候 綠石進入這些魚心長 而且經過生物累積作用 二媒被裡頭 大量的被累積下來 所以這一類型的 事實上我們在吃貝類的時候 要比較小心 有些貝類它生長的環境 是有可能進行生物累積的 台灣有沒有出過事 有沒有出過事 有 猜有對不對 我回家問一定就是有 發生的地方在台北 巴黎附近 有一種貝類 叫做孔雀蛤 當地會長得很多 其實不好吃 它是入侵生物 請見它是入侵生物 早期我們 因為我是台北人 早期我們小時候在那邊 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大約是在我國小左右 突然之間大量長 在整個河邊都長 然後呢 一開始沒有人吃 因為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就突然長進來 隔一段時間 之後有人說 欸這個可以吃 就大量 當地人就大量採 採了之後就在那個 這邊渡船頭 挖在海邊有一個 那個渡船頭 這邊就開始大量賣 那有人就說 欸還不錯吃又便宜 就吃 結果 在某一天就出事 因為 這個 要累積是需要時間的 而淡水河口呢 其實在 一些 特定的條件底下 是會產生枣花的 那 因為它產生了枣花之後呢 它把 這些枣類毒素 累積進去之後 吃了 那它不是 恐懼海 我們叫西施舌 當時叫西施舌 我們把它叫做西施舌事件 你可以去查 查網路上一定還查得到 當時的一個部分 就是 吃了之後 結果就造成了 往往是幾個人死掉 那為什麼呢 後來就發現 是這些沼毒所造成的 所以它有神經毒性的 它有肝毒性的 那這些毒分呢 對不起 都是無解的 好 那魚心藻毒呢 事實上 其實是神經性的 毒精生物鹼 它是elkyo 它是生物鹼類的 那這種呢 通常是魚精藻鼠 蘸藻鼠 還有所謂的素絲藻鼠 這為主的藻類 藍綠細菌呢 所產生的 還有呢 它很可怕就是它的LD50 很低 理論上只要20個 microgram 每公斤 你就刮掉了 所以照這樣來算的話 你大概知道多少 其實不多 量不多 那 為什麼西施舌世界 會鬧那麼大 原因是因為 其實那時候因為很便宜 所以有時候大家 在買的時候 在吃的時候 會過量 你也知道台灣人 有時候吃巴菲餐 就是會有那種習慣 就會拿非常的多 拿非常多的結果呢 它事實上超過它的LD50 對不起 就承受不了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要很注意 而且呢 單純的 魚腥藻鼠 毒素呢 只要是不同類型的 它事實上 它的毒性的 強度就差很多 有些在20個microgram 每公斤量 就造成LD50 有些到200 250都還不一定 那另外像 微農藻鼠 也有同樣的這種類型 好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簡單的表 去把什麼呢 藻類的 藍綠菌的各種的 什麼呢 藻都已經被鑑定出來 把它列成一個表而已 那這部分沒有沒有衝打 因為這個部分 資料是從 對岸直接拿過來 所以其實你去看呢 在這些藍綠菌裡頭 其實有很多群 很多屬的都有這樣一個特性 那譬如說像後面這裡講的 所謂的梅藻 所謂的管包藻 蕭藻 丹奇藻 對不起了 它就是屬於這類型的 甲分支的 有帶一細胞的 那最後一種 其實是最複雜 但是也是藍綠菌裡頭的 算是比較少類型的 它是什麼呢 它是真正 在細胞分裂的時候 會產生分叉 所以它是絲狀藻 但它是真正的 真分支 它不像剛剛前一群的 都是那個所謂的 膠質裹刀層 粘附在一起之後 所形成的分支結構 而這個是真正由細胞分裂 所產生的分支 同樣的這類型 一樣有異細胞 一樣可以進行固單作用 那針織掃 你去看的話 它在整個絲狀的藻類的時候 它除了單方向的細胞分裂的時候 它會有二維的細胞分裂 所以它在一些主幹的部分 你會發現它有側向變成二細胞 甚至再往外分支 形成什麼呢 分支的結構 所以當你單一細胞稱 不等向的分裂的時候呢 它就有可能會產生分支 形成這樣的結構 所以它這裡面幾個類型的 所謂的真枝少數 然後同樣的 它在這裡面會形成異細胞 一樣具有固單的能力 那譬如說樓冠掃 也是同樣這種類型 而樓冠掃呢 甚至它在細胞跟細胞之間的隔間 會不缺 那這樣的效果呢 有助於它細胞間的物質的運輸傳遞 所以呢 這類型的呢 你會發現呢 雖然它細胞分裂 但它分裂不完全 雖然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連接的空間的存在 這樓冠掃類的 好 那藍綠菌呢 除了自己 自營生活之外 它常常是會產生共生的現象 譬如說 這個所謂的魚心枣 那魚心枣呢 會跑去跟一般的蕨類 水蕨類的滿江湖 共生在一起 那這個部分呢 水蕨 你如果把它葉片切開來 它裡面就會有這種魚心枣的存在 那為什麼呢 對於整個蕨類來講呢 尤其是水蕨 它在整個生長的環境裡頭的色線 營養成分的限制呢 主要是蛋 所以呢 它等於是提供環境給魚心枣 讓它的異細胞 可以順利的進行固蛋作用 然後呢 它的產物在供給 所謂的滿江湖的使用 那滿江湖等於創造了一個空間 可以提供保護 可以給相關的物質 讓它有變成兩個是分工合作的關係 這個東西呢 在化學肥料 沒有大量被使用的時候 在包含從台灣到整個亞洲 南亞 東南亞 南亞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水田植物 那為什麼會很重要 因為它會變成替代化學肥料 變成生物肥料的一種 所以當它什麼呢 死亡 分解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的魚心枣 本來就有固蛋的能力 所以滿江湖它本身含氮量高 當它分解的時候呢 它會因為分解作用 還有什麼呢 消化作用 把它裡面的氮元素 變成NH4 或者是MO3- 這個時候水稻田 裡面的水稻就可以吸收它 做為什麼呢 氮肥的來源 所以當時是很重要 而且現在在部分的有機濃化以後 也希望推動 所以你會發現 在當地就會長成這樣 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沒有化學肥料之前 很重要的氮肥 那它結構很簡單 把它切開來 它的葉面切開來 裡面有一個很好玩的空腔 這個空腔裡面就是什麼呢 魚心枣大量長在裡面 而這個沖腔裡面呢 會存在滿江湖 給它的營養物質 那當然呢 它經由固氮作用 所產生多出來的什麼呢 氮肥呢 也會供應滿江湖生長 所以滿江湖呢 為什麼叫滿江湖 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說 它只要環境改變 比如說變冷 或者是缺水的材質底下 它的葉片 葉綠素會消失 會變成紅色的情形 所以它整個水到前面 都會變成紅色 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把它升為滿江湖 那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農業 尤其是農 在馬來西亞 或者像老挝 現在還沒有大量使用化肥的地方呢 很重要的來源 蛋的來源 除此之外呢 只有絕類共生嗎 不只 這個是 書庭 我們稱之為美人膠 Ramiya Panina 就是那個葉子比較圓圓胖胖 它在它根的地方呢 會出現一些很奇怪的特性 你一般的根 在你念到的植物學裡頭 根是往下 往上還往下生長 往下 不會有問題吧 你看到這種生長的根 你會覺得它什麼 長錯方向 但是在這個美人膠 就書鐵木裡面 美人膠屬呢 書鐵木屬野科 美人膠屬呢 它往上生長的原因 是它要形成類似像豆科植物根流的結構 但它裡面不是根流菌 它裡面切開是藻類 對不起 藍綠細菌 所以這裡頭呢 它就會有大量的 所謂的餘心藻或念樹藻 存在的根流 那同樣的 它等於提供環境 去給念朱鎬真餘心藻 然後念朱鎬魚心藻呢 心油 什麼呢 固彈作用 甩真的彈數呢 再給這個薩米亞使用 好 那這種 共生的現象呢 請記得 不是只有豆科植物有根流 其他植物也有 所以它是把它打破 根流 所造到的結果 以及切片 所造到的結果 都一個是用SE 一個用TE來看 在這個向上根 生長的根 的根流裡面呢 很清楚 打開這裡面 就是念朱鎬 電子草 我們要進鎖 找到的 同樣的這邊 切開來 裡面也是念朱鎬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很清楚 就跟你講說 他們所形成的 共生現象 可以保證 這個薩米亞 它本身的 蛋的來源 好 那另外呢 地球上很重要 在整個 惡劣環境底下呢 可以生長起來的 一大部分 找菌共生體 我們所謂的 萊肯第一 那這個第一呢 事實上是 真菌類 跟藍綠細菌 所共同組成的一種結構 所以它的命名 它的分類 事實上痛苦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 是要用真菌 做命名的依據 還是要用藍綠細菌 來做命名的依據 所以它被認為 是共生體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這裡頭 也重點是在這個 異細胞 這些 藍綠菌呢 它被菌絲 真菌的菌絲 包裹之後 等於提供了一個 保護的構造 讓這些藍綠菌 在裡面順利的生長 生存 但是呢 這個彈數的部分 就有什麼呢 這一樣的藍綠細菌 進行固彈作用來提供 那當然真菌類呢 就等於是外面的保護 跟什麼呢 環境的一個支持 所以這在很多地方 譬如說在一些 乾旱環境底下的什麼呢 石頭表面 你都可以找到第一的存在 主要就是可以這樣的一個方式的生存下去 那這幾年呢 被發生這種 你自己細皂也就算了 細皂本身就是屬於 增核的什麼呢 光合作用各種 光合作用物種 但是呢 除了它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細皂 除了它自己的葉綠體之外 它裡面還讓什麼呢 其他的藍藻可以共生在裡面 所以這類型的細皂呢 同樣可以 除了自己的葉綠體之外呢 還利用藍綠細菌的幫忙 去產生它所需要的養分 包括蛋肥 這樣的一個結構 好 那 樂帶植物裡頭也有這類型的東西 樂帶植物裡頭呢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大葉草 這個台灣沒有 結果這個大葉草呢 它可以在一些特殊 蛋肥缺乏的地方 生長得很好 葉片整個環境非常的健康 那早期也不知道為什麼 以為只是在地的一個適應 這是樂帶植物 樂帶的被子植物 結果呢 他們在它根的部分 在切片的過程裡頭呢 發現了一些很特殊的結構 跟剛剛講的Xamia 就是所謂的美人膠 梳鐵的這類型的植物呢 一樣 但它不是有凸起 它是有產生特別增厚的皮層結構 而這皮層結構裡面呢 會形成一樣形成空腔 這裡頭讓誰住 讓念珠藻長在裡面 所以自己圈養念珠藻 自己讓這個念珠藻呢 可以產生蛋肥 供給大葉草的生長 所以這類型的呢 植物跟藍綠細菌的一個交互的一個作用呢 其實有很多都是什麼 都是為了蛋肥的來源 好 那同樣的 從低等到高等 從不同的分類群 這個是顯台植物裡的腳顯 那同樣的腳顯它本身也是有光合作用能力 它本身來講可以很順利的生長 但同樣的大概這些生長的環境頭也缺蛋肥 所以在腳顯的部分 在它肌部的部分呢 你如果去仔細檢查的話 它有一些特定的結構 像氣泡球狀的結構呢 這樣一顆一顆的 你把它夾出來壓碎 關它裡面的 對不起 這裡頭其實也是念珠藻 所以同樣它的用念珠藻 同樣的產生固蛋作用 產生蛋肥 攻擊什麼的 腳顯的一個使用 所以 包括 苔藓類有 包括 蕨類有 包括 螺子植物有 豬鐵 這個部分是螺子植物 包括 包括 被子植物 也有 大葉草 基本上除去被子植物 包括什麼呢 細藻 也有 所以 從原生 到什麼 到植物界呢 都可以跟藍綠菌 產生 共生的一個現象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發現了這麼多資料之後 再討論一個問題 那我們原來的原核生物 到底怎麼樣組成生核生物 到現在你們大概都可以有聽 聽過所謂的內共生假說 包括立腺體 包括葉綠體 這在細胞裡頭呢 本身都具有獨立的基因組 可以獨立的進行什麼呢 基因的表現 轉入轉移產生蛋白質 結果你把基因組的部分 尤其是植物的 葉綠體的基因組呢 你把它整個定序完成 你把現在所有的 葉綠體的資料拿來做比對 發現了這個所謂的 Synobacterium 藍綠細菌呢 最近最近的 跟誰在一起 跟植物的葉綠體在一起 那這是一個證據 用什麼呢 分子的證據呢 去推估 其實我們現在的葉綠體 是在演化過程裡頭 在早期過程裡頭的 藍綠細菌因為特殊的條件 被包裹進去之後 被包裹進去之後呢 所共生 所以稱之為內共生 就到最後 因為特殊的條件 整個包括基因的平行轉移 包括葉綠體基因組的一個淘汰 基因 現在已經變成什麼呢 植物或者是藻類的一個包器 那這是由內共生理論來的 那還有一些比較特有的 現在還找得到的 稱之為藍綠體 藍綠體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構呢 它現在被認為是內共生藍藻 存在哪裡呢 這個是屬於灰包藻門的灰包藻樹 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灰包藻門 灰包藻樹裡頭呢 它事實上裡面是藍綠細菌 單細胞的藍綠細菌 就在裡面共生 所得到的一個結構 它還沒有什麼的 它的基因組還是完整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要做什麼 這邊的藍綠細菌 這個所謂的共生藍藻呢 它會進行光合作用 它會把養分 把葡萄糖呢 供給這個灰包藻使用 因為灰包藻本身來講 沒辦法在什麼呢 在藍綠細菌不存在的時候呢 有足夠的這些養分呢 進行它的生理生化活性 阿辣,阿辣,阿辣 阿辣